美国矽谷银行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距离金融风暴翻版的 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远了 大家也把这件事情解读成 连准会有可能因此放缓升息的步调 那未来呢第二季是不是真的就是照这样的脚步在发展 那对于新兴市场对于台湾的资金动能来讲 是不是能够以力多来解读呢 其实可以用力多来解读 因为原本大家会预期说连准会呢 它会很强硬的要去执行打通膨的目标 它要把通膨降到2%以下 那么它的目标利率呢会拉高到5%以上 可是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之后 其实有一点类似一种情绪勒索 就是华尔街现在认为说 既然发生了有银行倒闭的事件 那持续的升息其实对银行业后续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现在的一个连准会呢 它有可能因此去暂缓它升息的步调 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 大家不要以为它会降息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年还看不到 还看不到 但是呢这个利率有可能维持在高档一段时间 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细股影响倒闭的事件 它主要影响的是新创公司跟创投业者 那其实对台湾来说可以讲完全没影响 为什么因为这些新创公司绝大多数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 听都没听过产品甚至于还没有上市 这表示说这些公司呢 它都还没有在市场当中展露头角 它的产品都还没有问世 就让它消失了 其实大家的感觉呢跟原来一样没有感觉 那最有感觉的会是谁 会是美国的女股神伍德 为什么 因为它的方舟基金就是呢 只要是新创它就买 所以大家本来很担心说 会不会发生了细股影响倒闭的一个事件 然后就有新创公司的灭绝潮 那我们就把这个伍德当成是灭绝师太 他就是专门呢在买新创公司的 所以只要有灭绝师太的存在 其实呢新创公司以后还是会像 以后春笋一般的 就算这一波挂了 还是会有一波新的上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再加上这间银行 它的资产是2090亿美元 是因为产生挤兑 才导致于说它的流动性不足 最后要被接管 那它整体的规模是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 摩根大通是最大的哦 它只有它的5.8%而已 影响性没有这么大 那另外呢 美国也有一间第一银行 美国的第一银行呢 最近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在利空之后暴跌60% 结果呢 当美国的政府开始接管 并且着手整顿之后 第二天暴涨40% 所以这不会形成系统风险 这反而是呢 有一些个股它的一个极佳的买点 那美国政府是第一时间出手接管 所以它不会像雷曼风暴一样 产生系统风险 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接着呢 很重要的就是国内 国内只有保险跟投信业 对三间倒闭银行 曝险5.2亿美元 也不大 所以这个数字完完全全 对台股来说 它没有太大的影响性 再来呢 拜登政府它一定会救市 那这有可能也会导致说 连续会降低这个减缓降息的幅度 那对整体的股市反而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台湾的股票市场 可以不要去理会这个利空 反而应该去思考 现在市场它的形态已经改变了 其实我们每天 不管大盘指数是涨还是跌 都有很多的股票涨停满 甚至每天会有不同的股票 出人意表的 它就拉上去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 股市跟经济脱钩 如果我们太在乎这些经济数据的话 会放掉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的行情 而且有时候人在悲观的时候会更悲观 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 那筹码更干净 因为景气的蓝灯 是从去年的11月亮出的第一颗蓝灯 然后现在已经三个灯了 那我们的一个国发会的主委 他也说这个景气的蓝灯会一直到年中 今年的年中 一半 中间的中 中间的中 到年中 那既然是景气蓝灯 但是股市呢 有没有随着景气持续向下 没有 而且2月的出口是创下14年以来 最大的衰退的幅度 所以股市跟经济脱钩 所以如果说 沉浸在这些经济的数据里面的话 会放掉很多行情 再来呢 台股跟美股也脱钩 因为记不记得有一天 美国大跌200点 结果台股呢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 而且这波美股回党 修正道琼还破敌 台北股是相对高姿态整理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美股的话 就是看看就好了 也许我们的政治上来讲 跟它有一些关联性 可是就经济或股市来说 台股跟美股是脱钩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很多的股票的属性呢 已经截然不同了 台湾的很多的上市公司 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有经历一件事情 那就是转型 这个转型的成功 也导致说 他们的获利的来源 不禁能跟美国的经济绑在一起 接着呢 个股 这很明显 它跟大盘是脱钩的 我们举个例子 ChopGPT爆红之后 其实接下来谁一直涨 创意它就一直涨 市新呢 它也涨 也就是说这些股票 他们有个别的题材 它就有办法呢 吸引市场的买盘 因此在这里 我们该重视的是什么 第一个股票的题材 第二个股票的成长性 第三个 是现在市场的话题 殖利率 那如果有题材的 它一定会吸引短线的买盘 如果具有成长性的 它的股价呢 就有倍数的空间 那如果是高值利率的话 这个地方呢 虽然不见得说 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最起码 它的股价会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 这个呈现稳定的走势 那最后 我们要告诉大家一点 现在看这个市场 脱钩的 不是只有股市跟经济 台股跟美股 各股跟大盘 连散户都跟行情脱钩 为什么 因为现在0050 台湾50 它是表彰 几乎是台湾的全资股 可是它的融资水位 是创下过去 这半年以来的新低 也就是说 手上持有0050的融资 它一直卖 所以这是看空行情嘛 那00632R 元大台湾50反一 这个反一的融资如果增加 这是某种 看空的行为 这也是等于是在放空股市 因为这个台湾50反一的话 它其中25%的资金 是要去放空财子期货的 那如果这两个 一个融资在减少 一个融资在增加 005年的融资减少 表示散户是看空行情 00632R的融资在增加 表示还是有散户 它看空行情 可是因为现在要进入股东会 出这个股东会前 融券强制回补的旺季 所以整体大盘的融资 一定会降 融券一定会降 因为你没有卷源 融券要强制回补 所以要找到能够去 看空行情 利用行情下跌赚钱的工具 可能就是要利用反一 所以反一的融券 我们看反一融券 00632R的融券 它的融券在最近来讲 这个是它的融资 这是元大台湾50反一 我们来看看融资 它融资在最近 是呈现越来越多 本来没这么多 可是随着行情上去 它也呈现了一个向上 而且增加地增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看空的行情 还相当多 如果散户跟行情脱钩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现在整个市场 还没有陷入过热的现象 所以后续 其实台股 还有很大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存在 非常谢谢文良 先请文良回座 刚才讲到了 在美国矽股银行 倒闭的风波情况之下 他认为不能跟金融风暴同日而雨 为什么呢 刚才的字卡当中谈到了第一个 在整个它的规模 还有它的主要客户 还有政府出手 接管所有的解决方案 其实都已经把这件事情给止血了 而且国内其实影响冲击也不深 所以在联准会反而因此 有可能会减缓降息幅度的情况之下 对股市是有利的 而且大家不要只限于 对于经济恐慌担忧 就错失了这波的行情 因为文良也提醒 现阶段整个经济形态再改变 怎么改变呢 股市有时候会跟经济脱钩 台股有时候会跟美股脱钩 个股也会跟大盘脱钩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掌握住这波的强势主流 我们稍后继续追踪 感谢观看